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八十八章 朱葛杰 秦宇说 李生 我们去一去维港 港元他就站起身 和明浩一齐就出了酒店 坦克已经停好部车在等他们了 秦宇上了车之后 李明浩也跟上你 没有自己开车 维港全称就是维多利亚港 是世界三大港口之一 维港的夜景是香港一拙 万家灯火 五彩缤纷的灯光 就好像一条条长龙围绕在维多利亚港 这些才是属于大都市的美 跟那些自然风光不一样 维港的魅力是在于它是现代文化的结晶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无数的邮轮出出入入 是香港经济发展的代表和见证 李明浩说 陈师傅 要看维港的夜景 最好去太平山或者在游轮上面看 我不用了 我们不是来看夜景 癫痘 chat 癫痘 chat 找个地方停车 我们下去走 好 癫痘 chat 于是就把那条公装 Anderson 在停车场上 这里呢 来维港的港口就很近 但是停车费当然也拿来 三个人下车之后 秦宇抱着小九走去港口方向 他说 李生 我们可不可以过那边 李明浩一看 那里是一块很合窄的港口 因为水浅 所以不适合邮轮通过 而且因为比较窄 所以脏潮的时候 水会涨得比较猛 所以那片区域就围起来 不让游客过去 李明浩说 如果要去那里的话 我们要坐艇仔过去 好 那就麻烦李生 帮我安排一下 好 秦师傅等我一会儿 李明浩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依然照办 李家少爷 想弄一只艇仔 有几个不走呢 他打了电话出去 好快 几个穿着水手服的男人就走过来了 李明浩过去跟他们聊了几个计划之后就说 陈师傅 可以了 那只艇就不是什么豪华艇来的 而好像电视看到那些大飞一样 看样子就很简陋 而且那些椅子都硬滑滑的 那只艇按照秦宇的指示 去到港湾口 不过 在离岸边还有二十米的位置就停住了 因为那师傅说 前面的水太浅了 游艇过不了去 秦宇说 好 就停这里了 这里可以的 他摄高头一看 这个位置 刚好可以见到 中银大厦有一面刀人对正自己这边 他说 利剑不归朝 只能涉资 说完 他拿了白纸出来 在上面很快地画东西 过了一阵 一个简陋的港口就被他画出来 认真地看 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港口就是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他说 李先生 我想问一下 这个港口的归属权 是政府的还是开发商的 嗯 这个港口被政府收回 那如果 我想在港口这里建立一栋建筑 政府可不可以与头 这个 是力强之府 这个东西 是不是和破风水局有关的 是啊 想要破风水局 我要在这里建立一栋建筑出来 嗯 那我明白了 我和爹地商量一下 这件事我都说不到事 说完他就打了个电话出去 很快他回来说 很快他回来说 顺便打了个电话 他就把电话秦跟他们大飞都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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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们 他们还有一把电话 我是不是和女儿在这儿打野战呢 李明浩就说 朱国杰 你閉嘴 把嘴这么臭 不好意思陈先生 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老友 说笑是说得过分了些 你不要放在心下 我没事 既然是李明浩的老友 把嘴这么臭也是正常的 因为好朋友之间 说话也是准一点的 想当初他自己和阿龙 不是也是这样的 一见面就互相疾 但是一想到阿龙 循玉又心说 阿龙去了南疆 都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找回赵小瑜 南疆这么大 而且赵小瑜当时的态度 就不想见到阿龙 若然他有心躲起来 阿龙真的不一定找到他 好了 那只游艇慢慢开来 那个年轻人说 喂 Albert 快点过来 今晚海上有节目 我特意过来 我特意过来 接你去的 你有朋友在这里 Albert 哪位来的 只见一个肥肥白白的男人 对着这边笑奇奇地揮手 一见到 秦宇和坦克两个 他马上变得很正经 然后指挥游艇 慢慢开过去 李明浩就说 这位是秦师傅 这个是坦克先生 秦师傅是我们家的贵客 哦 秦师傅好 坦克先生好 朱葛杰都是大家族的子弟 看人眉头眼睛也很有一手 他看出来了 秦师傅是主角 坦克应该是保镖之女 他向两个人呆了下头 今次他说话很正经 喂 Albert 今晚 Wintern在海上搞了个派对 原来这里没多远 我们一起过去看客 不了 我要在这里陪秦师傅 但是 Sherry都去 你是不是真的不去 Sherry都去 李明浩听到这句话就心动了 唉 不过想到 爸爸交代他的东西 最后都是拧着拧头 朱葛杰就奇怪了 自己的老友知道Sherry都去 他已经无动于衷 Sherry是谁呢 他的中文名叫江彩卿 李明浩就很想他 朱葛杰想了想 知道什么事了 他说 喂 陈师傅 你要不要一起去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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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ers 对 而是你 秦宇看了他们两个一眼 李明浩就明显很心动 看来他很想去见Sherry 但是可能自己在这里 若然不是李明浩就能摸下去了 他看看时间 八点几钟而已 回酒店也是无聊的 看外回家吗 好了 若然自己不去 就相当于破坏了李明浩追女的机会 好像不是那么好 秦宇说 好啊 那就去看看 喂 正啊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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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葛杰叫所有人上了他的游艇 他们过去了之后 游艇就开船了 而他就在那里吹水 哦 陈师傅 你干嘛有养猫 他这个时候才见到 秦宇抱着一只白色的猫 奇怪啊 这个年代虽然就很多人喜欢猫 但是带猫出街的人呢 都还是少数 更何况是男子 秦宇说 是啊 没办法啊 这只银皮仔比较黏我的 朱葛杰没有说大话 船开了十几分钟 就见到一只大游轮了 他说 这只游轮 是由Winson半年前买的 那些人真是很阔佬的 里面很豪华的 我们上去看看吧 于是他就带着秦宇几个人 上游轮了 那上到游轮之后 他们又会怎么赌发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 欢迎你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超品上司 作者九灯和线 由陈家琪播讲 第五百八十九章 祷告 朱葛杰说 他说 这只游轮 是由Winson半年前买的 那些人真是很阔佬的 里面很豪华的 我们上去看看吧 于是他就带着秦宇几个人 上游轮了 一路上 有很多淡淡碎碎的男男女女 对着他和李明浩打招呼 不过 两个人只是对这群人 吹了下头 就是那些豪门子弟的矜持 就是这样显现的了 这首游轮豪华成怎样呢 足足有三层的 但是 见到那三层都不得止 朱葛杰带着所有人 到唐电梯面前 直接按了六楼 而电梯上面有七个数字 说明游轮甲板下面还有四层 一共是七层 好了 第六层的电梯门打开了 这里是冰冰冰冰的 原来在搞舞会 流光日彩之下 不少的年轻子女在舞池当中跳舞 朱葛杰说 喂 Albert Sherry在那边 说完他动了下嘴 只见那里有几个身材 很高挑着着得很漂亮的女孩 还有一个由头粉面的男人 跟这帮女孩 不知道在谈什么 搞得那些女孩笑得花枝招展 李明浩一出车 就看着其中一个 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女孩 那个女孩应该就是Sherry 看个样子和身材都挺好 跟李明浩确实是挺合襯 朱葛杰就直接走过去了 对着那个由头粉面的男人的喉嚨 就一啪啪过去就说 喂 阿波 哪里都见到你 原来是杰笑 还有李笑都在 什么风出你们两个过来 那个由头粉面的男人 被人拍了一下 转转头正想着骂人的了 但是一看 朱葛杰来的 整个人摔了头了 喂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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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头左勢 他把这个叫阿波的人 好像乌鸣那样赶出去 阿波就生气了 但是又不敢翻面了 就唯有夹着尾走 那条小伙子厚花花的 整天在哄女孩子落答 不按他 算他收到了 嘿 阿老 你们今天穿得这么漂亮 看得我心壁壁壁壁地跳 秦宇听到这句说话 差点少出声 哎 这头说人家口花花 他自己不是一样口花花 这些女孩子 懂得朱葛杰的 其中有一个就说 Jack 等会你就不怕 Mini听到你这句说话 差点型啊 我知道等会 Mini都会来 哦 是吗 Albert 我今晚好像有点事 最近公司搞一个收购计划 我回去算了 李明浩就说 真的你今天就不用玩了 Mini和他爸爸去法国参加宴会 今晚来不到的 你放心吧 我就是说了 吓得我 喂 Sherry 我好听到呢 你在这儿 所以 他就赶过来 我叫他不用这么急 怎么知道这条仆乖 有意性没人性 我拦不住 朱葛杰说这番说话 也挺搞笑的 搞到那个女人笑得很开心 而当Sherry 望了一下 朱葛杰身后的李明浩的时候 刚好 李明浩也都望着他 两个人四目相对 Sherry低下头 快面开始有点红了 秦宇心想 看来李明浩有机 两个人应该是有意思的了 李明浩接着呢 就将几个女人 介绍给秦宇和坦克逝 秦宇虽然不算英俊 但是 他抱着那只小狗 就吸引了这帮女生的注意力 有个女生实在顶不住 他说 可不可以让我抱着那只猫仔 我不好意思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脾气不是那么好的 真的 是啊 所以他不喜欢 让这三个人抱 你很厉害 其实现在小狗 除了给秦宇抱之外 就只有孟瑶和笑笑可以抱 当然笑笑就硬抱 小狗也没办法 好了 正当那个女人 正想着说话的时候 听到有人说话了 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的男人 笑笑口就说了 嘿呀 李笑都来了啊 哦 是啊 Vincent 你这只游轮 改得这么豪华 我就上来见识一下了 嘿嘿嘿 李笑今天过来 真是招呼不了了 这个叫Vincent的人 中文名叫孙洋 他望了一下李明浩身后的巡语和坦克 看到他们两个穿得这么普通 就没有兴趣了 然后他望着Sherry说 Sherry 我今天这只游轮 第一天出海 不知道 咦 我有没有幸 可以请你跳舞来纪念一下呢 Sherry有点犹豫 旁边的李明浩 也都整块面黑了 这个Vincent是特意的 谁人都知道 他和Sherry之间的关系 但是为什么 他还当着自己面 请Sherry跳舞呢 摆明就搞事了 孙家和李家 本来就不是太对的了 孙家是传统四大家族之一 不过最近几年 实力有所下滑 而李家作为新贵 嘉诚哥就很把炮 现在慢慢带领着李家 逼近孙家的财富 甚至有不少香港人都觉得 四大家族的孙家应该淘汰 由李家顶上 或者叫做五大家族 所以孙家和李家的人 一向都是充满敌意的 Vincent之前 就和李明浩不适合的了 不过都是私底下 在桌面上 大家都是保持着风度的 没有弄烂的臉 但是今次就很明显 Vincent找Sherry跳舞 明显就落李明浩面了 而Sherry他们的家庭江家 和Vincent他们的家庭 也都是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 所以 跳舞他也都不好意思 say no 朱葛杰话 Vincent 没有什么好跳 喂 我听说你这里 今天有casino 不如带我们去见识一下 那些东西才好玩的 你们都想去看看 李明浩摆了下头 Vincent说 好 等会 和李少 玩回盘 局局就在二楼 我们下去 自始至终 Vincent都没有理秦宇和坦克两个人 秦宇见到他 从自己身边走过 他也笑了一笑 他看着Vincent胸口的一个吊嘴 那一只是金色的皮丘 那一群人就在他的带领之下 进了电梯 Sherry和几个女孩也跟着去 那他们现在的船 其实就出了公海了 赌钱是没问题的 电梯来到二楼 也就是甲板下面 一打开到门 朱葛杰他们整班人就吓了一跳 这里足足成千方 这里有老虎机 有百家乐 还有几十位倒桌 这个时候 有几百人在玩 每张台前面都围满了人 服务员见到自己的老势来了 紧紧迎上去 Vincent就说 Albert 喜欢玩些什么 今天我请你 陪李笑 玩玩玩 Sherry旁边的女孩就说 玩 色仔 那个够刺激 好啊 那就玩色仔 Albert OK啊 看到李明浩没有反对 于是他们几个人 就去到最里面的那张堡桌 那这张堡桌的庄家后面是一盆墙 上面画着一只许许如生的白府 Vincent作为主人 自然就站在庄家的位置 他穿着一套黑色的晚礼服 站在白府前面 给人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过了一阵 服务生拿了一搭筹码过来 孙杨指了指这些筹码就说 这里呢 就五百万筹码 Sherry啊 你们一人拿一百万玩一下 那刚好Sherry他们就五个女孩子 那孙杨这么说 等于将巡遇他们四个男的排除在外 朱葛杰开始有点生气 一百万筹码他没有放在心里 但是被人这样描发 就令他很扯火 秦宇知道 Wincent这次一定是要李明浩难堪 而他自己都很后悔 为什么要上来 好了 下一集 秦宇将会 倒神上身 那究竟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 欢迎你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九灯和线 由陈家琪播讲 第五百九十章 可以开一晚的小 上期我们说到 秦宇他上了游艇 并且去了casino 即是赌场 他们今次赌赤仔 赤仔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种赌博工具 但是同样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种 说他简单是因为容易学 只要小学一年级 懂得加法的小孩子都会玩的了 至于难度高 是因为赤仔是专业赌徒都要修炼的一门技术 扎赤仔有很多技巧的 同样 姚识中也都有技巧 而且一般人是练不识的 Winson现在造庄 李明浩和朱葛杰 每个人换了两百万的筹码 原先李明浩都想换一些筹码给秦宇 但是秦宇就说不用了 所以 这围桌就坐着李明浩、朱葛杰 还有Sherry他们五个女孩 而秦宇和坦克就站在一边看 Winson拿起色钟 只见色钟里面有三颗色仔 玩法也很简单 买大买小买围色三种 围色就是18倍 而其他就是1倍1 Winson说 今天就我这只游艇 第一天下水 我做装 前面三盘 你们即管买 输了我招赔 赢了的话 也都不收你们钱 听到Winson这么说 朱葛杰就瞄了一下嘴 他扔了个一万元的筹码下去 其实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钱 但是若然前面三盘压得太多的话 还会被人以为自己喜欢占小便宜 其他人和朱葛杰都是一样 下着一万元 一万元对于他们来说 就可能吃饭就没有了 Winson看到桌上的筹码 笑了笑 然后很捨意 很轻松地摇了几下色钟 接着也没有喊 直接打开个色钟 三六四 那场上面买大的只有朱葛杰和Sherry Winson就扔了两个一万元的筹码给他们 然后就再次摇色 摇了三次色 那几个人扔出去的筹码都没移过 都是一万 不过 这三盘的时间 就吸引到其他的一些赌客过来 他们都知道 前面这三回合 他们又不可以落住 但是玩完这三盘之后 就有不少的赌客一起来玩 朱葛杰拿着 他刚刚三盘赢回来的两万筹码 他问李明浩 喂 Albert 买什么 李明浩说 我 我买大 五万 他说完 就拿起了一个蓝色的筹码 一扔扔出去 然后就望着Winson 刚才Winson 当着他面叫他长脚 他也是一套火的 李孙家就算是四大家族 但是我们李家都不是吃齋的 若然真的要斗 都不知道谁输谁赢的 看到好朋友这样 朱葛杰也拿起一个蓝色的筹码 一扔扔在大那里 好啊 那我也跟五万 Sherry看到李明浩买大 想了一想 也都买大 另外几个女孩 就选择买小了 原先桌上有几个赌客 想落住的 但是一看 哇 在玩到这么大 自己是拿着几千元 也都不好意思下 最后都是没下 Winson 看着那两个蓝色的筹码 他得戏了 他说 买定离手 快吃饶了 这个时候 隔壁的巡鱼 突然间 小小声地问坦克 喂 坦克 你觉得这一局 谁会赢呢 坦克说 这一局 当然是莊赢了 为什么 张先生 你不知道了 我们以前有一次 执行任务 是要摇晰仔的 我们训练过 头子最厉害的了 你想要什么点数 他都可以摇到的 我就不行了 只可以听到什么点数 今次 莊瑶的 应该是 二四二 或者 三四二 小 小 晨宇小 想不到坦克 还晓晓的 还以为 在赌神里面 才有的 那行了 你晓晓不用做保安 去转澳门 都可以了 欧币脚不用休了 不过 他相信 哪怕坦克 在澳门赢了钱 赌场都未必 会那么轻松 放你走 所以 他就看着坦克 坦克说 陈先生 我知道你想什么 你不用这么看我了 虽然我现在不在南英 但是 入南英的时候 我就宣过世 我这世人 不会碰黄赌毒的 这一点 我不会改的 另外 我听色仔 只不过可以听到 一般人摇出来的声 那些专业可观 会有些手法来打乱的 就是为了 怕被人偷听色仔的点数 秦远露了下头 也都没再闻了 那是 既然坦克都可以训练训练到这样了 专业的赌徒也都可以了 赌场不可能没想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肯定有对策 坦克又说 其实 识听色仔都没用的 现在都是落了注之后 才是要 就算你百发百中 只不过 是提前知道输还是赢的 那而这个时候 Winston打开适中了 三四二果然是小 坦克估中了 那第一局 李明浩和朱葛杰两个人 就输了五万元 只不过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第二局 他们两个依然买大 而另外买大的 还有Sherry和另外一个女孩 但是可惜第二局依然是小 第三局 他们两个继续买大 而场上面的筹码 也都是买一样的 只有三个女孩买小 最后开 小 第四盘开 小 第五盘开 还是小 连续五盘开 虽然玩适中就很正常 不过 他们两个的面色就不太好看了 哎呀 二十五万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就不是太多 但是连续输了五盘 很没面子的嘛 尤其是李明浩 在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 不停输 哎呀 还要搞到自己的朋友都输了 他心里面都很愧疚 如果不是他的话 Sherry就可能买小了 因为那些女孩全部买小了 朱葛杰就倒到扯了火了 哎呀 两兄弟连续输了五盘 再看看Winston的样子这么得戏 他就疑不得冲上去 撞他那块面了 不过他都知道不可能的嘛 他说 喂 Albert啊 你盘买什么啊 李明浩说 继续买大 今次他加重住了 扔了两个蓝色下去 朱葛杰想了一想 给李明浩再扔多两个 而Sherry就同样扔了一个蓝色的出去 那就等于一共买三十五万 朱葛杰说 我不信 他还是开誓 李明浩之所以继续买大 就不是因为什么意气用事 作为李家的第三代 自小就接受高等教育的了 最不容易做的事就是意气用事 他之所以会买大 是根据概率学的 连续出了五次誓 再出大的机率就很高了 那当然啦 这些是作者认为啦 但是其实呢 玩色仔每一铺都是新的一铺 每一铺的概率都是一样的 就不会说前面出世后面就一定出大 好了 Winson继续看着桌面上的蓝色筹码 然后左手很随意地伸了入衣领 拿了一个吊嘴出来 这个小动作呢 其他人没有怀疑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过适中 不过 秦宇就看见到他做些什么了 他拿了个皮丘吊嘴出来 Winson似乎都感觉到有人看着他 他一看过去 看到秦宇看着自己 他奇怪了 觉得这个男人似乎知道自己想怎样 但是他认真一想 不是吧 若然他知道的话 就应该会提醒李明浩了 应该自己想多了 于是他重新望着个适中 他得戏了 今次无论李明浩他们买什么都好 反正自己就不会输的 开 222 遗色通杀 嘿嘿 今次真是旺啊 哇 他一开个适中 诸葛热生气了 用力一扔桌子 竟然是遗色 连连金盘 连续输了六盘 坦克都惊讶了 他说 真是奇怪了 由手法上来看 孙杨是不懂姚适中的 但是竟然可以六盘开誓 因为 要叫一个姚适中的高手 或者叫可观来摇呢 连续六盘开誓不奇怪的 但是关键 孙杨的手法 就是一般人乱那么摇的 但是竟然都摇了六盘誓 真是奇怪 但是 但是陈鱼说 别说六盘 如果李明浩继续买带 今晚可以连续开一晚室 陈先生 你的意思是 他出 不是 他没有出签 不过 用了些作弊的手段而已 用了作弊的手段 就不算出签了 哼 到时你就知道了 陈鱼笑了一笑 但是没有答坦克的说话 因为现在 他还没是时候出手 那究竟陈鱼 他之后又会怎么做呢 我们留下期 继续讲了 感谢观看